新闻播客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青龙 上个礼拜从礼拜五开始 中美之间的情势 这个可以说非常的紧张 那么美国连番的 包括禁止腾讯 还有这个TikTok 还有微信 这一些重要的一个动作 同时也公布了 对11名中港的高阶官员 那么进行制裁 那么当时他在问说 那中方会有什么反应 结果中方的反应 今天早上立刻就出现了 因为他们去把 这个苹果日报的创办人 也是著名的反共的 在香港的一个知名人士黎智英 那么跟他的儿子 还有他的助理都逮捕了 那今天要跟你谈一谈 美国制裁中港高官 中共抓捕黎智英报复 下一个核弹将会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 这个黎智英是今天早上在香港的住家 那么是被以 这个违反香港国安法 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给逮捕 他的第二个儿子 黎耀恩也一起被警方逮捕而走 这时间是在今天早上的七点左右 警方 香港警方兵分二路 那么一个是到 他位于香港家道里道的住家 另外一个是到他儿子 黎耀恩在西贡的住家 同时逮捕 另外还有港媒 也报导说 被逮捕的黎智英的相关的人事当中 不止他的 这个儿子黎耀恩 还有他的大儿子黎建恩 以及好几名议传媒的高层 包括行政总裁张建宏 还有集团的营运总裁 财务总裁周达全 那另外黎智英的助手Mark Simon 已经被警方给通缉 好 那么整个来看的话呢 一方面是因为黎智英本身 在这几年 特别是在战中运动 到这个反送中运动当中 他是旗帜鲜明的 一个反共的人士 那么现在港版国安法 出来了之后 本来大家也认为说 黎智英可能随时会成为 这个逮捕的对象 那现在刚好就在 美国对中方 对香港 中国跟香港 那么祭出了连番的一个 这种报复的制裁的 一个动作之后 那么很明显的 中共在这个时候来抓捕黎智英 就是他所谓的能够 操支在极的一个 处理的方式 当然这势必也会引起 国际间强大的一个反弹 那么现在国际媒体 今天早上 全部都非常的醒目的 标题的报道 那么稍后可能来自于 美国英国欧洲 各个方面的一个反应 大概都会出来 好 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美国连番的一个 对中国的一个制裁 第一个是美国财政部 在上个礼拜五宣布 制裁11位中港的高官 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荣 港澳办的副主任张晓明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还有国安公署的署长 郑燕雄 以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等 这个是从港区国安法 在6月30号生效以来 第一次有这个 跟香港相关的官员 被美国直接施加 这样的一个制裁 那么美国财政部呢 除了公开这11人的名字 跟出生日期之外 也把他们的住址 身份证号码 还有护照号码 都一定的曝光 那么按照制裁内容 这11名中港官员 除了被禁止入境美国之外 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也会被冻结 那么一律禁止 美国人参与对跟他们 有关的资产交易买卖 同时呢 规定他们不可以 在美国进行基金 跟货物买卖 也沿进当地的一些机构 跟这些人的有用往来 或者向对方提供资金 货比或者服务 好我们看到在美国 公布了这个制裁 中港官员之后 那么特区政府 一方面是强烈谴责 美国卑鄙无耻 但另一方面又刻意的淡化说 制裁没有什么影响 说是不痛不痒 不过呢 这个有一种反差 因为如果根据正常的逻辑 那么一个没有用的一个制裁 那么何必有强烈的反应 所以可见 这只能有一种 要嘛就是 事实上制裁是很严厉的 要嘛就是 如果它不重要 你就不需要有强烈的反应 那所以你也可以说 这样的一个反应 基本上是一个烟幕了 好 那么特别是 林郑月娥特首说 反正他不向往美国 在美国也没有资产 怎么制裁也没有关系 但其实这是在偷换概念 这个制裁的严重性 本来就不在被制裁者本身 而是整个的结构 那我们顺着这个脉络 来跟你谈说 为什么这一波的 这个美国的制裁 香港中港的高官 会可能变成中美的金融大战 第一个问题大家要问到是说 在美国宣布了制裁的方案之后 接下来由哪一间银行 那么可以完全无视美国的制裁 这个前提就是说 他们是不是可以完全不使用美元 那这个是大家所知道 因为美元现在是国际间 唯一的一个 全部流通的这样子的一种货币 那么所以我们讲说 这一次的制裁看起来表面上只是一个初阶 因为是针对个人及其持有的公司 而并没有直接制裁违反相关原则的大企业 那它里头的规定是包括说 任何美国人美国公司 或者过境美国的人或者实体 都不可以向被制裁者提供金钱利益生意 以及任何的服务 那这里面延伸出来会包括像林郑月娥 她能不能够再使用脸书 这也成为一个话题 还有她能不能到麦当劳去吃饭 因为这是等于说一个美国的企业提供服务给她 当然这一类的事情都还是个人的事情 也其实不去麦当劳吃饭也没什么了不起 不用脸书改用别的也无所谓 但是问题来了就是说 按照这个制裁的一个内容的话 林郑月娥可能就不能再使用VISA卡 因为VISA卡的交易要经过美国中转 她不能够再使用美元 因为美元是属于美国人拥有的 那么一旦她不能使用VISA 也不能使用美元 那就会让一切跟她 还有其他的制裁者有关联的金融机构 全部都成为美国的目标 好我们看到特区政府强调说 美国没有跨境执法权 这个话没有什么错 那么因为美国毕竟不会像港区国安法 第38条那样 白纸黑字把全球的都涵盖在执法范围之内 但是因为美元是全球最流通的货币 而且加上911之后 美国因为进行反恐 所以现在全球的金融法规都是跟着美国走 可以这么讲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际金融机构 企业集团 那么要会愿意说彻底的自决于 这个美国所建构的这国际市场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有银行公开的去讲说 我们不理会美国单方面的制裁 那么我们情愿承受 不能使用美元交易的风险 那么这等于就是一种 经济上的一个自杀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 当美国公布了制裁之后 它的威力显现在哪里呢 第一个我们看到说 香港的所有银行几乎都发表了一个 类似的官方的声明 那么讲到说 本集团严格遵守对本集团及其业务 具有法律约束力之 所有相关制裁的法律等等 而且还写明说 严禁参与被英国美国欧盟或联合国制裁的任何活动 禁止包括开展或继续客户的关系等等 那么这里面呢 特别是只要提到反洗钱的这样的一个法规 一定会把美国的制裁的内容也放在里头 然后呢 我们又看到香港的金管局 在这个美国的制裁公布了以后 他们也发表了一篇声明 这个被证为叫做政治正确的爱国声明 他的回应当中是强调说 香港只跟随联合国的制裁名单 那么外国政府单方面的制裁在香港没有法律效力 那么香港的银行金融机构没有义务去执行 但是呢 同时啊 他又温馨的提醒啊 说这个香港的金融机构要全面评估法律商业风险 以及要公平对待客户 那有评论者认为说啊 这一类的回应啊 是讲给这个外行人看的 因为本来就没有人说美国的制裁 要香港政府官方去执行去配合啊 那个从来都是全球的各个银行啊 自发的决定要不要跟进啊 而银行要不要跟进就考虑到的就是说 美国在美 也特别是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啊 的一个绝对主导力啊 所以呢 严格讲啊 金管局的声明啊 嘴巴讲了一套真正的信息啊 是奉劝 并不是要劝各个银行不要理会美国的制裁 而是告诉大家说 哎你自己小心啊 你出了事不要问我 不关我的事情啊 好 那所以刚顺着刚前面讲说啊 这个根据美国的制裁令啊 那么要是被制裁的这11个人啊 在有户口在美资银行啊 那么他们可能被要求啊 这个关掉户头啊 甚至可以冻结啊 那么那如果在其他银行有美元的户口 那么结局大概也是如此啊 但是强调的是说啊 重点不是人啊 关键的是啊 要是这11个人 他们有户头在非美资银行 或者甚至在中国银行啊 那么但是呢 这些银行虽然他不是美资银行啊 但是他们在美国又有分行啊 那会不会执行 答案告诉你是 还是会执行啊 因为这个啊 就算是啊 这个啊 在美国这个 没有分行的像中国的一个昆仑银行啊 你都不可能完全无视于美国的制裁啊 简单说就是 就算是非美金交易啊 那么啊 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啊 因为香港的金融制度啊 早就跟美国所主导的全球金融制度 牢牢的捆绑在一起啊 没有一家银行能够单独的 不去理会美国的单方面的一个制裁 好那当然进一步我们要问说 那假如啊 川普啊 兵行显着啊 会不会 美国会不会针对香港金管局啊 那么来进行这个处理啊 这个问题 现在大家还没有办法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但是呢 美国就算不能要求香港金管局正式的配合制裁啊 但是呢 美国却可以利用啊 有10家各国银行所组成的SWIFT Oversight Forum 就是一个全球的监管体系啊 那么要求香港金管局要提交违反这个金融犯罪的报告啊 那这样子的报告就是实质上就把制裁就涵盖在里头啊 那那么当然金管局也可能故意不合作 或者呢 报告内容啊 这个不详不禁不时 故意偏袒被制裁者啊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SWIFT就有理由啊 来把香港啊 重新审视啊 他是不是能够在享有这个啊 现在的一个全球金融体系的开放空间啊 那么到了最极端的情况啊 美国甚至可以把香港啊 来贴标签啊 作为是一个打击金融犯罪不利的国际金融漏洞中心啊 那么就会让任何到香港投资的国际资金啊 都会被每天的啊 日夜的查核啊 那这这样子一来啊 基本上就不会再有外汇愿意进去了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香港的金融中心还能够维持吗 我们看到前两天啊 川普在推特上就提到说啊 他说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啊 是因为受惠于美国的政策啊 结果其实啊 香港一直在跟美国竞争啊 现在呢 既然香港已经变成一国一制啊 那么美国呢 就要摧毁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 那么也就是说啊 真要走到这一步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任何的国际投资在香港 都会被全球严密审查啊 那么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当然就不可能再维持了啊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最困难的应该就是啊 这一些在香港的这一些啊 金融机构或者国际企业啊 呃刚讲到说啊 现在中美的这个啊 互相的这种啊 对抗啊 已经升高到 基本上没有存在任何的互信啊 那过去啊 双方是斗而不破 有这样的默契 现在已经 充充被打破了啊 呃 我们可以讲说啊 香港的银行啊 就算啊 你说逃得过美国的制裁 所谓逃得过美国的制裁 意思是说 配合美国的措施啊 但另一方面 它又要面临到 可能会被这个啊 这个中国方面的施压啊 像汇丰一样啊 因为中国批评说 汇丰啊 这个配合美国的措施 出卖孟晚舟啊 那么汇丰也因此 已经承担了 来自中国的一个后果啊 也就是说啊 很可能最后啊 香港的银行都必须要 二选一啊 要选边的啊 也就是说 你到底是要冒着 失去中国市场啊 就是说你这个啊 跟这个不能使用美元 这两者你只能选一个啊 那么你如果配合美国 你还可以继续使用美元 但你可能会失去中国市场 而你配合中国 让你在中国市场还可以继续 但你就不能再使用美元 而你不能再使用美元的话呢 基本上你在国际间就没有国际汇队的功能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可以讲 现在的这个矛盾啊 在这个两边啊 已经从这一次的这个 十一个官员的制裁当中啊 你可以看到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啊 遥遥可及了 已经遥遥欲坠了 可以这么说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啊 继续来跟你谈 这一波的美中的对抗 还有哪一些 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父皇 哦 系上活动收入不佳 令人苦恼 即使重臣以战店千元大超一张 担任背税车薪 特请父皇开仓正良解 苍生之苦啊 非良策言 系上活动要赞助 别找爸爸了 快去找原父Vintage 什么 只要是金融教育活动都可以申请 最高赞助金额三万元呢 原父Vintage 金融教育活动赞助 快搜寻关键字 原父赞助 原父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之 许可证兆字号为 108年金管证总字第0031号 好欢迎回到姓名播客 这刚刚讲到说 黎智英啊 苹果日报创办人 今天早上啊 在香港被逮捕啊 那么一般都认为 这是中方啊 针对美国啊 对于11位 这个中港高官的制裁的一个报复 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一个 这个行动啊 事实上在上个礼拜四啊 是更加的升级啊 在一天之内就祭出了三权啊 那三权呢 包括说要禁止在 禁止这个TikTok的母公司啊 字节跳动 那么以及啊 这个微信啊 这个WeChair的母公司 腾讯啊 在美国境内啊 进行任何交易啊 那么禁止美国政府啊 在的机构啊 下载TikTok啊 另外呢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啊 最晚啊 要在2022年的1月啊 就必须要符合当地的审计要求啊 否则就必须除牌 好 这些措施啊 是美国总统川普 他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案 跟全国紧急状态法案 所进行的哈 那么川普在签署的时候啊 特别提到说 TikTok啊 可以被用来 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 不实讯息活动啊 那么 他也提到说 这个APP能够自动截取啊 用户的数据啊 包括定位还有浏览记录 可能会让中国共产党取得 美国人的个人及专用资料 甚至包括联邦政府雇员啊 等方面的资料 所以美国需要积极采取 针对TikTok拥有者的行动 还有这个微信啊 那么美国不允许啊 使用微信啊 影响最大 其实不是美国人 而是华裔美国人啊 那么因为啊 这个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啊 说微信在美国的用户比较少啊 不过呢 对北京来讲啊 这个啊 这个腾讯被锁定啊 这个风险啊 就比这个TikTok还大啊 因为牵涉到 微信就是腾讯底下的一个产品啊 那因为微信是海外中国人 那么以及在中国有事业和友人的外国人 跟中国境内联系的主要的工具啊 那么微信的功能啊 我想有听众朋友如果有用过会知道了 他可以群组聊天 通话 付款 转账还有搜索啊 他有几十种的功能啊 跟中国境内的联系很方便 那么一旦呢 被禁止使用啊 对海外华人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 那现在有人主张说啊 在美国的华人啊 这个互通信息可以改用WhatsApp或者Telegram啊 但是呢 这也只能在美国来使用啊 你要跟中国的亲友联系啊 那么没有微信呢 你就只能回到用长途电话啊 那现在的微信的全球用户到2018年底 已经达到10.8亿啊 估计啊 在美国500万华人当中啊 大概有300万 那么他们是心理移民跟留学生 他们其中啊 大多数都使用微信啊 不过呢 从台湾或香港啊 移民到美国的用微信就比较少啊 所以受影响可能比较没那么大啊 好 那我们又问到说啊 川普政府为什么要进微信啊 这个美国国务卿Pampe 在这个8月5号 他有提到说啊 他说抖音跟微信这些社交平台啊 不可以相信 是因为他们收集美国用户的资料啊 可能被中国政府运用而对美国的安全造成威胁啊 这个TikTok的用户大多是青少年 或者是所谓的迁律世代啊 那他们的个资影响国安有多大 我想大家都不那么认为了 其实Pampe有提到的啊 真正的影响是因为这个抖音跟微信啊 是中共宣传跟审查资讯的工具啊 那么而川普禁止微信啊 就是要针对啊受中共宣传影响的人啊 直接的讲就是啊 切断海外华人跟中国大陆的方便联系啊 也就是等于要消除啊 中共宣传对他们的影响啊 那为什么说啊 微信啊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讲的说甚至是一个洗脑的一个工具啊 这个我们看到是曾经在北京啊 驻点九年的纽约克的记者欧逸文啊 那么他在他的得奖作品啊 《野心时代》当中啊 他对中共的宣传就有详细的描述啊 中共所控制的所有媒体新闻采访跟写作啊 什么消息可以发布 什么不可以发布啊 以及怎么发布都有严密的控制啊 微信所发布的消息就是中共想要民众知道 符合中共需求的内容啊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啊 2019年的6月啊 香港爆发反送中的示威浪潮之后啊 北京对于示威新闻就有指定的一个啊 这个限制的一个要求啊 包括要说香港年轻人都是暴徒啊 他们都在破坏社会的秩序啊 警察必须止暴治乱啊 那么又讲说西方啊 说西方媒体报道 乡警察的暴力还有什么半年抓了9000多人 说这些都不是事实啊 那么这样的讯息啊 尤其很多的移民到美国去的啊 那么他们很多人可能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了解啊 这个啊 这个啊在美国以外地区发生的事情 那久而久之就等于成为中共大外宣啊 洗脑的对象啊 甚至不只是对于这个美国以外的事情啊 连包括对美国的事情有一些 这个可能英文啊比较不熟悉的啊 这个新移民啊 那么他们也是透过微信来了解啊 这个所谓的美国的种族冲突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当然中共的大外宣一定有一套符合中共标准的一个宣传的手法 这个同样也会影响在美国的华人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一次这个禁止这个微信啊 这当中背后啊 其实很明白的看得出来啊 是在要消除啊 中共啊 对这个海外的影响力啊 好那呃 你可以说啊 这也是一个象征说在数位世界里头啊 美中两国啊 是一个决裂 我们刚讲到说 像啊 这个腾讯 这是一个企业啊 那么现在对腾讯也好 对TikTok这样子的 所谓的这个字节跳通公司 那么乃至于说要严格审查一些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的这个审计啊 这个你可以说到时候你就全面撤资也就算了啊 但是当美国封杀微信跟腾讯啊 那么中国有没有齐招来反制呢 这是一个我们可能持续要在观察的啊 好那事实上微信为什么会成为美国的标的啊 我们回过头来看啊 过去十年啊 中国的民主主义不断上升啊 这里头学者认为啊 微信的同温层啊 是鞠躬最大啊 因为在苏联解体以后 中国官方啊 对他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那么这几年结论已经越来越清楚啊 因为中共认为啊 苏联本身没有战败啊 他会崩溃是因为软实力啊 这个战场上给失败了啊 而且他失去了制度自信啊 而微信的同温层啊 就是针对苏联啊 的一次教训所进行的一个确保啊 因为他要确保中国人啊 全天候了 不管在哪里 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时间 以及有没有在中国境内啊 你一切的衣食住行啊 你都可以受到在同一个温度之下的潜移默化啊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啊 到了海外啊 即使啊 你的生活环境 客观环境跟微信都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反而变得更爱国啊 那么这是因为啊 他们基本上人不在中国 但是他的生活 他的这个资讯的接收 乃至于他的意识 全部还是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啊 那如果说变成中国人在海外 不能再使用微信 这是切断了中共的一个深层的影响力 而这就好比啊 中国外国人在中国不能使用脸书 不能使用IG 不能使用YouTube一样啊 那么这对于啊 建构整个所谓的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就会造成很深远的影响啊 好当然你说 那根据对等原则啊 中国也可以来制裁美国啊 做出相同类的企业啊 进行反制啊 但是非常讽刺的是 因为不管是Facebook IG YouTube Google 他们根本在中国都不能够自由的使用啊 中国就算想要制裁啊 也制裁也无力可使啊 那当然中国也很可能是 会拉拢美国企业啊 甚至说高调宣布啊 欢迎脸书 Google 这些企业到美国去发展啊 甚至但是呢 能不能提供保证啊 不受这个防火墙的影响啊 这就是一个考验啊 事实上在美国上个礼拜啊 宣布制裁TikTok跟这个微信之后啊 在中国的几个一线城市啊 就突然间有一个讯息说 他们发现啊 可以不必翻墙 就可以来无障碍的使用 脸书 IG YouTube 跟 Google 那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在试水温啊 所谓试水温就是说 会不会反其道而行啊 你要进我我就更开放啊 事实上呢 我们也看到有一位啊 在非常有名的中国青年企业家啊 就是西城网的创办人梁建章啊 他前两天呢 也在他的这个微博上呢 大胆的建议说 开放互联网啊 建议这个中国应该欢迎脸书跟谷歌 就到中国来经营啊 到时候呢 中国就变成墙外 美国反而变成墙内啊 是固步自封啊 而且他还特别提到说啊 中国当局啊 那么以往担心境外讯息会影响民心啊 但是他认为啊 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爱国教育 现在很多的新世代的小粉红啊 他们啊 这个根本 他们已经不再是不知事事啊 而且很多人英文都很好啊 那么就算他们人在国外 反而更爱国等等啊 所以他主张啊 他其实大可以啊 用展现制度自信啊 就是说把中国的对谷歌跟脸书的限制给取消掉啊 可是非常讽刺的是 他这一篇这个网络文章啊 发表不到48小时啊 就全部被封杀啊 在新浪百度啊 都立刻下架啊 好那整个来说啊 你会可以看到啊 尽管美国啊 做出了这么大的一个 这个封杀跟这个制裁的动作啊 北京为什么没有在建招拆招啊 现在反而强调啊 要战略定力啊 我不理你啊 那这个里头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点 其实就是因为 北京并没有足够的筹码 来对美国做相应啊 比如说你对官员的制裁啊 因为你人民币不像美元这样 在全球金融体系有这个绝对的影响力 那么另外呢 美国也很少官员 甚至可以说没有啊 有官员说在中国制产 所以你要要这个要这个 冻结他的材质也没有用啊 那么你说这个啊 你要把这个一样的啊 这个把脸书啊 把谷歌也给封掉 那事实上他们根本在中国 本来就被禁止使用了啊 这就是为什么说啊 北京啊 这个反而现在保持兼默 甚至还要说啊 我们来重新再来和谈啊 等等啊 其实严格讲啊 这个目前呈现的状况 就是说美国现在一方面啊 他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 我开放我所有的体系 让你过来 而你呢 你不开放我可以容忍啊 现在美国要求的其实就两个 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不对等开放 我就对等的封锁 这个当然你要嘲讽美国 你可以说他不再像过去 那么的有自信的啊 那么你已经感受到 中国的这种无止境的使用 你开放的体系 对美国以及对全球 所造成的一个压力 但相对来说 也等于在考验中国 你不是说你是一个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这个路线自信吗 那么展现给大家看一看吧 你的自信 你愿不愿意开放 这个国外的媒体 也可以进到中国去 国外的这个 这个网路的这一些的 重要的平台 也都可以在中国不受限制 但是如果这一些 中国都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呢 那只好保持尖默 但是当然 他还可以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今天早上 把黎智英给抓起来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部分 但是当然了 我们在台湾来讲 也得你小心留意 因为他也可能跟进 收紧跟台湾有关的 比如说把台湾的驻港代表 给赶走 当然现在其实 敢不敢也一样 因为台湾的驻港代表 副代表都不能去香港 那么至于会不会有出现 前两天谈到了 这个东沙岛的一个 所谓的夺岛 这些我们都还要继续来观察 好不管怎么说 现在全球的局势 可以说是我们有生以来 所罕见的 因为现在整个国际的一些 原来既有的这种运行的架构 都已经被打破了 很多的沙盘推演 都没有办法再用 过去的经验来看待 所以我们只能不断的留意 不断的关注 那么姓名播客 也自给予这样的道理 我们随时提供 最直接最快的讯息跟解读 来给您做参考 好以上就是今天 为您解读的节目内容 最后要感谢 原副证券对本节目的赞助 原副证券致力推广金融教育 鼓励学生培养金融知识 建立正确投资理财观念 特别举办原副Fintech赞助活动 即日起到11月子 凡是大专院校各个系所 社团提出跟金融教育活动 相关的企划 不限制营队 讲座竞赛等任何形式 经过审核通过 每按最高金额3万元 总共赞助金额120万 欢迎全台各校系所 社团踊跃申请 详情请搜寻 原副赞助 好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回见